嗨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的节目,三大指数今天还是比较精彩的,在早盘的时候下错,又是一个一觉醒来低开两个点,然后道琼和标普还能强点,尾盘接近尾盘的时候,道琼翻正,标普和小盘古几乎翻正, 但是后来收盘前的时候又一顿跳水,好,那Wix指数,我们今天看几个东西,Wix指数昨天是拉高达到了36以上,然后今天在昨天的上影线里面运行,还是大家看一下,今天是在昨天的上影线里面去运行,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具备了局部见顶,因为连续收了两根比较长的上影线, 今天Wix比较长的上影线,虽然尾盘市场又crash,又掉下来了,最终是收跌的,但是其实Wix指数涨的并不是特别的多,距离昨天的高点还是非常非常的遥远,这是一个点,好,那今天没有什么太多需要分析的, 就是简单看看这些Wix指数什么的,因为明天的大盘是比较波动的,因为明天鲍威尔讲话呀,还有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呢,才能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,盘后微软报了业绩,其实微软的业绩还好了,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, 你非要去挑毛病,还是能找到点毛病呢,什么他的展望在逐渐下滑,这都是没有用的事情啊,微软的业绩还是不错的, 所以盘后呢,我们也看到了没有出现Netflix,没有连续性抛售,还是有一定承接盘的,所以明天市场好,微软照长不误,市场不好的话, 也ok了,这个如果待会儿呢,收到2%以内,3%以内吧,跌个2点几,其实对市场也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,好,呃,现在期指开盘,那我呢,是多头仓位,没有什么变化,继续持仓了,没有什么改变,哎呀,这个纳指,这个位置开的可不怎么样啊,纳指开盘的这个位置呢,不是很漂亮,小房,因为现在刚刚西部三点钟,刚刚开盘, 嗯,完了,三大指数的这个点,开的都不怎么样啊,今天呢,留下了两根长长的下影线,双针探底吗,有这种形态,有一种形态叫做双针探底,但是明天鲍威尔讲话,什么形态都没有用,所以咱们就不讲这些没有用的东西了,呃,聊聊市场,这个消息层面,五大因素,我看到这个Stayfile,呃,好像是这么念哈,呃,是宏观经济学家, 然后呢,哦,不是,是这个这个机构里面的宏观宏观大师,叫Barry,呃,Bannister,然后呢,他给出了五个市场,他首先是指向的目标是4200,啊,认为标普会向下回收到4200点的位置,哎,4200点也跌到了,那他这个不行,我在这个Stockcharts上面啊,我们看到一个分析师,这个,呃, tom,tomboley,他呢,是指向了3700,给了一个中值的位置啊,一个大的标普上行趋势线,给一个中值3700点的这个位置,呃, 这位Barry呢,给出来的五大因,五大要素啊,认为市场才能够走强,否则的话呢,市场依然是在一个correction的市场当中,首先第一个,就是美联储要转英,转鸽派, 他认为这个是比较难的事情啊,尤其是在第一次加息以前出现这种情况是比较难的,第二个呢,就是牵扯到宏观了,就是PMI,呃,制造业指数需要见底啊,然后呢,就是第三个全球M2的supply,呃,要这个要见底啊,而主要是,呃,这个中国这边,呃,也要考虑考虑,然后呢,标普的业绩,还有乌克兰这个事情必须要去放缓,其实呢,我倒觉得,呃, 前几个都不是很重要,其实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标普的业绩,呃,这个标普和纳斯达克的业绩,尤其是这些权重类的公司,其实那些山寨型的产品呢,走得不好就不好了,但是权重性的产品,苹果,微软,Tesla,呃,这种头部性的公司业绩一定要好,如果这些公司业绩不好的话,市场将没有任何的动力,可以去往上涨,啊,除非是,但他们的业绩不好的情况下,市场反而有了很大的理由去进行一个sell, 好,好,然后黄金今天呢,还可以啊,黄金,黄金今天是breaking out,看这个地方,向上做突破了,这次我们,呃,我觉得关注的挺长时间的,这个够的可能还看不太清楚啊,可能换一个GLD能好点儿, 我看看这条地数能好一点儿,能换个周线,哎呀,还好吧,也不算突破,没有放量,周线级别,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突破,这个黄金,昨天的黄金的持仓量呢,也是呃,历史级别的一个进场,市场可能对避险情绪有一点点的需求,所以黄金这个昨天的进场是非常多的,这个资金持有, 那有一点点突破啊,昨天晚上我还看到啊,也是这个文章,那这这这里面的这个tom boy,他也是强调黄金是一个看涨的产品啊,还并不是因为通胀才看涨,就是因为看涨啊,所以有这么有这么一篇文章, 我不知道大家我晚上有没有,有没有看沃尔老师的节目啊,沃尔老师的节目呢,还是要看一下的,你可能这个呃,大家看他的节目之后,肯定是会有所获得的,并不是因为沃尔老师是我们的这个同事,我,我特别要跟大家去讲这个,我主要是想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,沃尔老师的节目里面呢,会有很多的信息,你看为什么我们做节目做的这么早,你像我都是晚上回家以后,晚上的时候, 我再开始去看各种的信息啊,新闻啊,沃尔老师是一收盘,就在这个地方搜集资料,搜集完了以后,他再,再给大家去做节目,所以他会有很多的信息,gather起来,你比如说前两天的那个,呃, Steven Cohen的,E1的那个原型的那个人,呃,他的newsletter,我觉得就分享的就非常非常好,所以你会对明天的市场的交易呢,我觉得会有一定的方向,但是沃尔老师,比如说这个,你要看你自己能获得的信息,比如说鼠浪这个,因为我不相信,我不相信, 波浪理论,所以浪这个我就不看,但是有的人喜欢波浪理论呢,你就可以去看一看波浪理论,可能会对你的明天交易,会有帮助啊,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,因为我觉得,从这个我们啊,平常会订阅很多很多的东西,订阅很多的,是我网站也好,或者是newsletter也好,这个是,呃,因为我看大部分的华人的投资者呢,大家就是在youtube上面看一看视频什么的,呃,说实话就是订阅很多主流的媒体的这些newsletter什么的, 华尔街,呃,street上面比较popular的这些文章的,其实也并不是太多,那沃尔老师基本上都把他这个给大家去整合出来了,像我有的时候看,看完以后呢,呃,我就不会拿出来讲,因为我感觉有的时候,你就,就是,呃,不太适合我的交易,但是我想会有些交易方法策略会适合很多的其他投资者,所以你可能会在沃尔老师那个地方听到, 我一般只看符合我交易风格的东西啊,所以我觉得每天盘后沃尔老师的这个节目,大家还是去看一下的,因为前两天,你要是看了的话,那个vix指数啊,对于coin,stevencoin的那个newsletter会精准的打到36这个,我想大家应该是会有,呃,会有一些收获的哈, 那今天呢,uvxy,就我今天收盘钱,我今天做了一次netflix,我觉得日内做的还行,我期权是赚钱的,但是netflix的正股是亏钱的,因为我期权跑得快,我每天的200块钱目标嘛,期权是达到200块钱的目标了,赚了300,但是呢,呃,股票那边还没达到200块钱,还是资金没下队啊,后来尾盘的时候,我就做了一下uvxy的仓位,因为我觉得uvxy在尾盘, 这个地方应该能往下掉一掉,结果他没掉下去,哗,反而上去了,我和jason老师同时开的uvxy,可巧了,我做空了uvxy,他做多了uvxy,结果就jason老师喊完之后,怕uvxy就起飞了,我这点钱都让jason老师给我赚走了的,所以最近,呃,我觉得这,这,我们的几位分析师呢,做的还都挺好的,啊,然后我今天没有任何的交易,我今天还是继续持有了我的tqqq,然后什么都没动,现在七指开盘啊, 挺凶的,这个反弹,你这是发生在三点钟一开盘,七指就这个样子往上涨高,不排除明天会直接的拔高,直接就是一个跳升上去啊,呃,比较猛烈的反弹,就是如果保守点,八天均线止住,猛烈一点的反弹是20天,200天,200周期均线,超级猛烈,就是20天均线,我会在,我主动做空,应该是会发生在 200到20天均线之间,我会主动去做空,呃,如果没有到200,就开始有回调迹象的话,不一定能空的好,所以我会走着看,啊,千言万语,明天的一切呢,要看鲍威尔,另外,我觉得原油还不错,原油的这个三十分钟图形和 日线图形看起来好像都是比较死状的,看起来好像还能继续往上去突破,包括金融板块,我看今天也在盘中后期的时候,表现的也是不错的,可圈可点的 呃,原油呢,X美孚今天是新高,这个还是有量的推动的,所以感觉原油的上涨似乎并没有结束,好像还是短时间之内应该去关注一点的东西 好,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,谢谢大家,呃,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啊,就是欢迎大家点赞订阅,加小铃铛,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,可以扫我们的二维码去找客服,好吧,好,谢谢大家,我们明天见,拜拜